我是Emily 我是一位健身體態教練 也是一位自媒體的工作者 那會開始從事健身的工作呢 其實念頭非常簡單 就是我想要改變我的體態 那我也非常喜歡當時的工作的環境 那在雕塑身材的過程當中 我開始愛上健身 那健身也讓我達成我想要的體態目標 那隨之而來我覺得 就是有更多的廠商支持肯定 與我做何做 也是有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身材可以靠後天鍛鍊改變 但是臉部的五官就是很難 那我一直在想 怎麼樣可以讓自己的五官變得更好 那我曾經呢 有想要往平面的model發展 但是在有一次的攝影工作 被攝影師說我的鼻子不夠立體 很難拍出他們想要的角度 那當時的心情呢就是 嗯 好 記在心裡面 但有點小難過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小時候做過鼻子的手術 所以有稍微影響到我的外觀 那這件事情呢 一直在我的心中有小小的疙瘩 想要去改變鼻形這個計畫 已經有三年的時間了 那我想要在今年呢 給自己一個圓夢的生日禮物 如果可以變得更好 我想把握機會不放 在鏡頭前呈現更美麗 完成一直我想完成的事 我是Emily 我已經完成我想要完成的心願了 那現在收到的評價就是 大家已經忘記我以前長什麼樣子了 然後會覺得說我現在不一樣 但是變得更立體 然後輪廓更美 然後我覺得就蠻開心的 因為這就是我當初找 謝醫師說的零手術感的感覺 那之前是對自己的側臉的角度 不是很滿意 然後因為正面就是鼻頭比較小 然後在三根的部分也比較沒有 那現在手術完成之後呢 我更喜歡拍側面的角度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覺得整個變得很精緻 那以前拍攝角度 是有刻意的去閃避一些 我不喜歡的樣子 但現在我覺得可以發揮的空間更大了 我可以呈現更多的角度的詮釋 做鼻子這個心願 大概是已經有七年多的時間了 但是認真開始找 諮詢的資料大概是在三年前 那其實我自己非常害怕 不想要做譬如說玻尿酸啊 或是鼻掉這種的 我要就是一次做到好 因為看太多案例了 那我希望是可以找到我信任的醫師 就是來完成我這一件事情 那謝醫師是我諮詢的第六位醫師 那其實我當初會找上謝醫師 是因為我把他所有的頻道的影片 通通看完了 然後我覺得他的內容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我也覺得他講解非常仔細 那在諮詢後呢 我當天就百分百篤定我一定要找他 就是他整個諮詢的過程 讓我很滿意很舒服 然後也是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椅子的樣子 再來就是在整個手術的前中後 特別是在手術後 一些醫師都會在你的耳邊跟你加油打氣 然後甚至他也會稱讚自己說 他這一次的手術相當的成功 那我覺得這樣的稱讚 其實是讓客人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安心跟放心 我覺得天啊我終於完成了 因為對我來說他是一個大手術 那沒想到我可以在30歲之前 然後找到一個這麼契合 然後又讓自己很滿意的醫師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 我很感謝一心為美的謝醫師 因為臉部的變化是無法透過訓練就能改變的 那這一次呢選擇一心成為我臉部雕塑的健身房 Emily呢我對於你的臉型的分析是這樣 其實你的臉型很漂亮 五官比例都很棒 就是一個漂亮的女生呢 那硬要講的話 其實是鼻子在正面的立體度比較不夠一點點 然後側面上有輕微的嘴吐感 所以呢我會建議做完整的結構式龍鼻 把鼻子拉立體好看以後 然後合併一點點敲鼻鼓 讓正面的立體感更好 那其中鼻子你特別需要小心的是 因為鼻頭皮膚比較薄 我們要特別小心不能做得太尖了 反而出現夾幹 這是我們手術中我要小心的部分 那至於有點嘴吐的話 我們會同時合併貴族手術 還有臉頰的一點點脖子 有點像是這樣五官一起拉立體的 這樣嘴巴相對就不凸了 然後再加上鼻子 我覺得整體的協調性會很棒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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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